走入機場大廳看見媒體表情無奈 台灣女子拳擊好手林玉婷 日前莫名被國際拳擊總會 取消市井賽銅牌 讓她一頭霧水 體育署為了釐清真相 十一號邀請林玉婷進行 檢測報告專案會議 最新結果出爐 她的各項的檢查數據 都符合國際的實在規定 後續也會持續的 依她目前的備戰計畫 備戰後續重要賽事 尤其是即將9月要到來的 演繹會的部分 經過專家詳細檢驗 確認檢測結果 一切符合國際賽標準 至於外界所關注的 搞固酮濃度 醫療團隊還特別將 林玉婷過去三年間 十次的運動藥物檢測結果 再次審核 在其中在大家所關注的 一個搞固酮濃度的部分 標準也都是完全符合 國際的才在迴避 只是這回林玉婷 以衛冕者身分挑戰 實景賽女子57公斤 其本該獲得銅牌一面 卻因為性別深化指數異常 被撤銅銅牌 讓他難以接受 這個的裁定所依據的合理性 還是有討論的空間 後續我們將會去了解 整個國際權總的 一個檢測規定 並收集相關資料之後 才會去評估 維護選手後續權益 只是大會過去都是採取 新增檢測 這回抽血 第一次改做生化檢驗 竟然就被驗出藥物反應 如今真相大白 體育署強調 未來將會全力維護選手 參賽權益 王中軍陳佛道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錄音